女人踩到一滩神秘液体,瞬间复活身上的貂皮大衣,女人吓得大声呼救,却没人赶上前帮忙,她急忙把衣服脱下来,谁知衣服刚落地,就夸夸地快速逃跑,这诡异的一幕,立马引起路人的恐慌,更糟糕的是,另一边地下也冒出神秘液体,推着婴儿车的宝妈毫不知情,直接把婴儿车推了过去,就在女人跟邻居交谈时,婴儿车却自己溜走了,等女人发现不对劲时,赶紧上前追赶,而小婴儿还在车里,两个路人见状想 要帮忙,不成想婴儿车突然转弯,直接冲到了马路上,并且速度越来越快,还在马路上逆行,幸好司机刹车及时,婴儿车自己躲避各种危险,宝妈也不能拦住她,婴儿车再次横冲直撞,只见她主动避让公交车,慢慢停了下来,这才避免悲剧的发生,然而回到家,女人要给婴儿洗澡时,殊不知水龙头里流出粉色液体,瞬间堆满了整个浴缸,等女人转身发现,浴缸里居然出现可怕怪物,吓得她嗷嗷直叫,宝妈求 有关部门调查,弄清那神秘物体究竟是啥,随后用探测仪检测,他们发现地下有奇怪的波动,于是工作人员尝试打通地面,经过没日没夜的打动,终于将地面打通,谁知下去后发现,下水道里都是神秘粉色液体,男人想取点样本回去,可下一秒,液体里居然伸出触手,想要把男人拉进去,吓得他赶紧大声呼救,地面上的同伴拼命往上拉绳子,结果慌乱中碰断了铁管,导致整个城市的电路瘫痪,几人被送上了反应, 还有取上来的液体为证,就在法官审判时,神秘液体突然冒出气泡,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液体发生爆炸,居然从里面蹦出两个小鬼,夸地摧毁法官的讲台,法官吓得钻进桌子底下,直接宣判几人无罪,让他们赶紧把小鬼抓走,下一秒,桌子就被小鬼抬起来,扔出去摔得稀巴烂,而好看的女秘书,也被小鬼拎着腿带走,眼看场面失控,几人立马拿起抓鬼设备,对着小鬼疯狂输出,随着一顿火花带闪电,很快小 小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当他们以为安全时,没想到绿色小鬼又钻了出来,可电击枪打在他身上,并不能完全制服他们,同伴健壮拿出捉妖设备,成功将小鬼收进箱子里,这下人们都相信有鬼了,以后的日子,他们奔波在大街小巷,靠着抓鬼转的盆满钵满,但也没停止对粉色液体的研究,他们发现坏脾气,能让神秘液体发生反应,并且街上的小鬼越来越多,他们从一张古老相片里,发现一道鬼异地下河,下一秒,照片上的小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当 一片突然着起火来,他们感觉到不对想离开时,钢门却莫名被反锁,怎么都拽不开,此时火势越来越大,他们大声呼喊救命,关键时刻,同伴拿着灭火器冲进来,这才让几人躲过一劫,一切都显得那么诡异,为了找出真相,他们再次来到地下通道调查,下水道里全都是神秘液体,为了弄清楚这玩鹰究竟是什么,男人把一根绳子伸进里面,结果突然出现巨大力量,直接把他拽了进去,看着同伴被快速冲走,两人也一起跳了进去,幸运的是, 他们从下水道里爬出来,但全身已经沾满粉色液体,瞬间产生不良情绪,彼此开始不停埋怨大打出手,这时他们意识到都是神秘液体搞的鬼,于是赶紧脱下外套,这才恢复了正常,可诡异液体已经流进酒店,他们赶紧冲进去,试图说服人们快速撤离,可没人相信他们的鬼话,反而被赶来的保安轰走,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连夜找到市长,说有条诡异的地下盒,能让人们情绪失控,不出意外的市长并不相信,此时神秘液体 开始快速膨胀,不断地从水泥墙里,甚至是下水道里蔓延出来,很快便包围了整个酒店,等到人们发现,一场已经为时已晚,神秘液体蜕变出小鬼,对着人群发起攻击,神秘液体还让,富婆身上的貂皮大衣复活,泰坦尼克号里下来很多乘客,可他们已经不是活人,人们吓得四处逃窜,抓鬼小队快速赶到现场,发射出厉害的电机,打算消灭掉这些怪物,可怪物变得非常强大,激光打在身上并没有作用, 随后他们想到了自由女神像,用掉对过的神秘液体,均匀地喷在自由女神像上,然后播放劲爆音乐,没多久,女神像居然活了,他带着几人游过海洋,快速地走过城市街道,人们激动地家道欢呼,相信自由女神可以搞定一切,女神一拳打碎大楼的天窗,几人赶紧扔出缆绳,顺着绳子,滑进大楼内部,而神秘液体已经幻化成可怕怪物,在加强武器的攻击下,怪物终究扛不住,被彻底消灭, 神秘液体也一起消失,人们靠着聪明才智,终于化解这场危机,女人只是咬一下毛笔,可爱的西班牙立马往下掉,安娜瞬间猛个圈,赶紧舔了舔西班牙,果然少了一颗,可怕的是还继续往下掉,女人顿时慌了,站起来想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可是牙齿就像下薄子一样,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一杯奶茶的功夫,掉个金光,吓得她嗷嗷直叫,女人一下子坐起来,拿起旁边的手机,裂开大嘴照一下,50颗大板牙还在,她又赶紧用手摸摸� 发现只是个梦,这才松口气,随后通过搜索手机,想知道梦的寓意,突然安娜咳了一下,大门牙真的掉出来,还没等她反应过来,随着不停的咳嗽,牙齿也跟着喷出来,甚至喘不过气来,赶紧拿起9块9的手机,拨通报警电话 一年后,警察火速赶来,不要钱的门牙干了一地,等他们来到跟前,发现安娜喉咙已被堵住,甚至马上不能呼吸,没办法只能采取急救措施 可是试了几下,并没有什么卵用,随后让女人做下张嘴巴,嗷嗷,这味道比螺丝粉味道还大,为了救人警察也只能忍着,按下舌头仔细查看,原来是喉咙里长了结石,这玩意就像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女人自己闻了都受不了,立马干呕起来,结果又干出来一大颗,警察也实在受不了,被迫戴上口罩,拿掉嘴里最后一颗结石,美女嘴里的臭味也彻底消除,那么问题来了,你嘴里长过结石吗?什么原因会让她,噼里啪啦往下掉呢? 半夜千万不要照镜子,不然就会变成这样,或者是这样 害怕的赶紧点赞关注,小美的名字叫小丽,这天半夜她在舞蹈室训练,突然灯光不停闪烁,要是一般人早跑了 而小美可不是一般人,竟然还在努力地练习着,可突然她感觉镜子里的自己有问题,好像比自己慢了半拍,她对着镜子晃动下双手,但是并没有出现问题,难道自己眼花了?可下一秒 女人吓坏了,想要离开这里,可好奇心战胜恐惧,她竟然又回到镜子面前,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镜中人抬起胳膊,做出跳舞的姿势,小美健壮,轻松地做出刚才动作,镜子里的自己非常兴奋,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 随后做出一套高难度动作,明显非常不规范,很快小美放松警惕,难道镜子里的人想要学舞蹈吗? 于是即兴表演了一下,镜中人十分努力,可好像身体不协调,不管小美演示多少遍 镜中人就是做得不对,终于练了一年后,镜中人彻底生气,把脚狠狠跺在地上 这时女人害怕坏了,忍着剧痛拼命向前爬,她想打电话求救,没想到镜中人十分友善,咔嚓咔嚓掰断手指 疼得女人嗷嗷直叫,但小美为了活下去,竟然靠毅力站起身 让她没想到的是,更可怕的一幕出现了,镜中人用双手抱住脑袋 这下BBQ了,小美开心地领了盒饭,只剩镜中人在自由地舞蹈 看完这个故事,你还敢半夜照镜子吗? 女人一辈子不用洗头,因为不管走到哪里,头上都会下雨,即使坐在电梯上,也只有女人头上在下雨 工作时更是转为暴雨,还没睡醒觉,就会被雨点叫醒 吃早餐的时候,只能是一边喝牛奶,一边把面包遮住,不然面包就泡汤了 画得眼睫毛像没画一样,这边刚画好又被雨水冲走了,没办法她只能再来一遍 就这样经过八个小时的图画,女人带着似有似无的装扮,坐上公司班车更是奇葩 只有女人头上局部下雨,周围的人却安然无恙,旁边的小姐姐怕被淋湿,向旁边挪一挪 可是女人头顶的雨越下越大,小姐姐也忍不住,微笑地离开座位,女人已经习以为常 坦然接受这一切,就是有点废表,走进公司雨越下越大 即使这样,女人还是认真工作,雨点打湿了太阳镜 她摘下眼镜,想用纸巾擦拭干净,可戴上后发现,似乎没有任何作用 索性不戴了,继续拼命干活 这时领导走过来,让她整理份重要资料,虽然已经淋成了落汤机,可还是非常开心的 结果这个任务,可结果刚拿到手里,就被雨水淋得稀巴烂 本想好好整理一下,却越整越烂 女人想用电脑工作,可刚打半个字,扑呲冒出火星 这下BBQ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台电脑,就这样领了盒饭 中午要了份蛋炒蛋,勉强刚吃一口,转眼就被浇成了蛋花汤 为了填饱肚子,只能挑颗红豆吃掉 看到女人狼狈的样子,年轻的大叔于心不忍,关心地过来询问 需要帮忙吗?女人微笑摇头,觉得女人惨得扣一,觉得可怜得扣二 离开餐厅后,女人尴尬地想喝口水 旁边的同事却很诧异,毕竟深深舌头就能喝到水 不要钱的水也不能这么浪费,就这样 熬了25小时终于下班,发现下起瓢泼大雨 女人十分开心,兴奋地拿出9.9的雨伞 可发现并没有什么卵用,她的头上还在下雨 于是放下雨伞,坦然接受 头顶一直有雨,并且想到了致富之路 你觉得女人做什么,能快速报复呢?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熊吗?不仅屁股能发火 按住她的眼睛,射出的激光瞬间秒杀一切 不知道这样的玩具熊,你想不想要一个 想要的扣一,就在遥远的刚刚 陈好花9块9买了一个玩具熊,不知道把它送给粉丝 你们会喜欢吗?据说它有很多炫酷的功能 陈好赶紧查看使用方法,只要摸它的头三下 就能发出奇怪声音,于是陈好试了一下 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有知道的小伙伴请留言,第二个功能就厉害了 突然窜出一把小剪刀,用这个剪刀剪指甲 属实有点危险,让人想不到的是 第三个功能居然是打火机,拽一下小熊屁股 等了半年后,蹭得冒出长长的小火苗 陈好也是惊呆了,害怕9块9的大别墅被点燃 他赶紧按住屁股拍灭火焰 这时陈好发现,小熊还有保护主人的功能 于是他按住小熊双眼 下一秒,45寸的大电室瞬间隔屁 还没等小火反应过来 小熊居然没电了,怎么摇晃都不动弹 随后拿出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可不是一般人 只要对准小熊的尾巴 仅用3.14秒,小熊就满血复活 让他惊喜的是,小熊还有加热功能 很快升到500度低温 还没来得及高兴 玩具熊居然发生自燃 陈好吓坏了,赶紧把大火扑灭 还好没伤到一根汗毛 到自然而不再 Quando 遇到小熊的地团